能力啊 第一人 什么叫做神起通 就是神通第一 他的神通啊 就是随心所欲 千变万化的 目见连的神通不是一般的神通 一般的阿罗汉啊 他要献神通啊 首先他先要入定 入定之后慢慢把神通献出来 而且 神通已献出来只个样子而已 他没办法变化的 那目见连的神通啊 他能够千变万化的 随心所欲的变化 你们有没有看过孙悟空的72变的吗 你看那个孙悟空要变 变鸟就变鸟 变猫就变猫 随着他自己的喜欢 但是孙悟空才72变 目见连是千变万化的 而且神通真的很了不起的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以前啊在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一位商人 你好好听 你看哦 你听了这个故事啊 你才明白 佛陀的弟子不是一般的人 各个都是了不起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啊 有一位商人啊 他想要取宝到一个 地方去取宝 但是要取宝要经过一个很大的海 很危险 所以啊这个商人呢 他到了一个神庙 就是这个寺庙很灵感的寺庙 去求神 啊 告诉神啊 告诉这个神庙里面 如果我能够取回来这些的 啊这些 啊 财宝呢 我要发一个愿 什么愿呢 就是放了一个无责 公身大灾的这个法会 供养所有的修行人来吃饭 所以没想到这个商人呢 哎 把这个财宝取回来 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他举办的这个叫做什么 无责 共生的大灾会 啊 这是共灾的意思说 但是呢 在宣布的时候啊 这些外道的婆罗门教 外道的婆罗门教 听到这个时候呢 非常的欢喜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他也是要争一口气 就是说 扬眉 补气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还没成道之前呢 很多这些国王啊都是来供养这些婆罗门教的 那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呢 这些国王通通去供养佛陀的 很少 来以婆罗门教为供养 来布施 所以趁这个机会呢 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怎么争一口气呢 因为在佛教里面有一个倔吏 啊 佛陀有一个倔吏 这个明相还没出来 这个明相就讲太阳 太阳还没出来的之前啊 我们佛陀地址是不能出门的 不可以出门的 所以啊这些婆罗门教啊 他们啊来规划 哎 我们啊晚上呢 偷偷啊先走 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呢让佛陀啊 最后面的 排在最后面的 啊没想到这些婆罗门教啊 他们在规划当中啊 穆建连在禅定当中 他的神通啊 被穆建连发现了 啊发现之后呢 穆建连在想啊 圆满的佛陀怎么能够 排在最后面的呢 这个是不庄严的 怎么能够让这些大阿罗汉 放在最后面的呢 让这些反复的外道 排在最前面的呢 所以啊 穆建连啊就要显神通了 怎么显神通呢 因为大家要到这个大司主啊 他要经过一个一条的大河 一条大河哦 所以穆建连呢 用他的神通啊 把这个大河啊 变成什么 这个波浪的凶狠啊 这个浪很大 所以大家到这个河边啊 没办法用这个船啊 啊走过去太危险 等到这个明像出来 就是太阳出来啊 诶 损记 释迫 pre안 诶 释迫带着这些阿罗汉 带着这些弟子啊 走到这个河边 没想到 整个虚空法界啊 出现了 半原形的彩虹的橋 释迦牟尼佛带着这个弟子啊 带着这些比丘啊 从这个桥走到前面的河 走到了前面打到了前面呢 穆建连才把那个神通放走了 水啊回复的瓶颈 大家才用船走过去 没想到一到 看到了释迦牟尼佛 已经在到这个大师祖里面 所以啊这个外道的佛罗门教也没办法本来要争一口气啊 没想到被这个穆建连发现了 穆建连用神通 把这个大河啊 变成一个很大的波浪 而且很凶狠 大家都没办法过去 你看那个神通啊真的不得了 所以啊 栽生结束释迦牟尼佛就带着大家来回向 带着这个 婆罗门教啊 修行者啊全部通通 来回向 这个就是我们 在佛典故事里面看到 穆建连有一次 就是这样的 因为啊 圆满的佛陀 怎么能够排在最后面的呢 这个不庄严 所以用这个方法 让大家来攻击 哦 这个就是 为什么 释迦牟尼佛 学生当中 称为他是神通 地义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庄严格 不庄严格 好 好 好